这个男人拔出了20米大刀 今天伤害我兄弟的人全部都要死 赵羽的武力值可不是盖的 更何况还有合金宝刀加持 战斗力直接爆表 小羽一波输出之后横刀而立 黑衣人的战斗人数瞬间消失了一大半 这也太霸气了 老李头不愧是个忠臣 虽然是个文官 但是也舍身护驾 他冲到国主身前 白夫人显然是认识他 老李头想了起来 当年就是这个女学生不服管教 把她给气走的 要不是这个孩子淘气 她现在没准还在教书 现在回想起来 老李头非常开心 可转念一想 你们这是来干嘛 我 我是来杀这条恶龙的 我父亲忠苦戍边 却被他误为业逆党火 在罪找回 家料细雨日夜言行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老李头出来作证 国主复国之后大赦天下 除了叛国的叶氏父子 还没有家罪过什么人 珊珊说出了自己父亲的姓名 是守边将军白武 老李头也认得 只可惜白将军已经去世一年多了 害死他的人 正是伪国主叶红的儿子叶林 在铁证面前 白衣男子慌了 说老李头是在造谣 白夫人知道李老师的人品 他虽然有点迂腐 但是绝对不会说假话 这个叶医师心里明显有鬼 国主也怒了 你小子不仅造我的谣 还欺骗我的岳母大人 你到底是谁 赵羽出手 黑衣人根本抵挡不住 叶医师的面罩被揭开 正是杀死白将军的叶林 珊珊冲过去为父报仇 差点丢了性命 白夫人救了女儿一命 为了赎罪 她让珊珊跟在国主身边 保护国主 然后撒手人寰 国主想到了自己流落民间的母亲 坚定了找到母亲的信念 现在小羽也来了 更是如虎添翼 只是有一件事 小羽不明白那个丁公公到底是什么人 国主笑了 那是个骗子 小羽不明白 为什么要把一个骗子留在身边 国主有自己想法 这个丁五位本性不坏 就是有点贪财 江湖上的事他懂得挺多 尤其是贪官污吏 他一眼就能看出来 把他留在身边 既能惩奸除恶 还能开心姐妹 既然他把自己当成贾国主 那就把他当成丁公公 大家一起演一回无间道 这样的微服私房才有意思 国主把小羽介绍给五位 这就是咱们的新员工了 忠义侯赵羽 五位是一脸的不屑 五位对这个新员工非常不满意 他埋怨老三自作主张 这个侯爷能干什么 五位抽出自己的小胖手 就差二寸呀 真是太闲了 小羽的工作就是专门吓唬五位 冲着这把大刀 你也要留下我 五位不敢拒绝 只好谈起了薪资 国主表示大家三七分 每天给赵羽十两银子 五位怒了 这也太贵了吧 国主得寸进尺 还让五位拜见一下赵侯爷 五位当然不愿意 自己怎么说也是个老板 给员工行礼也太跌份了 小羽准备拔刀 五位直接怂了 侯爷千岁千千岁 看赵羽不太开心 五位又拜了一次 整的小羽都不好意思了 丁公公 在 以后你就不用多礼了 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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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位这个老板 已经被两个员工给架空了 国主提议 一会儿去分胡县令的钱 五位开心了 什么亏都能吃 钱的事不能不去赚 他们一起协商 准备搞垮胡县令 那这桌菜钱 就由你去结账了 我 等咱们分到人家的钱 就你欺我三分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回去 五位越想越不对劲 这说的三七分 怎么自己一振往外搭钱呢 他给国主提了一个好建议 先找胡县令啊 写一张借句 借十万两银子 咱们拿了钱就走人 一分钱都不用还 小羽不相信 这白纸黑字的事儿 怎么会不用还呢 我们先买一只 乌贼 乌贼贼 然也 然后取乌贼腹中的墨汁 写借句 再将此白纸黑字 交给胡县令 掉进十万两银子 等时间长了呀 乌贼汁就会养化 借句上的字啊 也会慢慢的不见了 这样的话 不想赖都能赖得掉 这也是乌贼名字的由来 你啊 好贼啊 不是我贼 贼的是乌贼 国主不相信 一个小小的县令 怎么会这么有钱呢 无谓给他科普 这个胡县令啊 最擅长冤假错案了 审一次案子啊 就要贪污几万两 你要想弄清楚真相 就只有进监狱里看一看 这门道啊可多着呢 国主是个行动派 他准备自己先进去 看一看衙门里 暗藏的玄机 走 咱们先别跟去 等着 干什么的 领赏的 国主之前做五具包子 获得了奖金一万两 现在他准备去找县太爷要钱 其实就是想激怒县太爷 把自己关进牢房 体验一下胡县令的发财轨迹 你 智势无能 毫无官德 你 屈炎腹势 献媚取宠 你 投机钻营 无财不贪 你 小心你官职不保 小心你向上人头 你 县太爷气炸了 你竟敢当面内涵我 让你见识一下我的手段 和准备给这个年轻人 按上一个 江阳大道的罪名 除非拿钱赎人 否则是必死无疑 国主走进大牢 这里有很多 去打成招的人 都是县太爷 两才的招数 受到诬陷的 都是一些 顽固子弟 他们的家里很有钱 所以县太爷 自导自演 让别人诬告他们 再判他们有罪 只要人证物证都齐了 剩下的事 就是等着捞钱了 先太爷真是黑 这比和中堂要价还高呢 国主也终于弄清楚了 这个刑防之中的套路 国主怒斥师爷 你们这样贪赃王法 草菅人命 难道不怕死吗 师爷笑了 自己这里天高皇帝远 没人能奈何得了他们 就这样 师爷失去了 活下去的机会 因为小雨要出场了 照侯爷威武八戒 仙太爷气质遭到碾压 小雨也不废话 直接问仙太爷 今天有一位大贵人 到你这里来了 他人呢 仙太爷懵了 侯爷不就是大贵人吗 其次就是丁公公和李忠诚了 我说的大贵人 是比本爵 还贵上许多的大贵人 仙太爷不敢想下去 赵侯爷已经是 一人之下 五万人之上了 比他还大 那不就是国主吗 这怎么可能呢 今天一上午啊 就来了一个年轻人 还处处和我作对 已经被我关到监牢里去了 竟敢将国主关起来 这是有几条命啊 胡县令被吓晕了 醒来的时候啊 国主已经坐在大堂上 正在审判这几个贪官 你这一手真漂亮啊 一人说他们五万两 无限的加倍 五位想拿钱走人 国主却不这么想 无限令和皮士爷是狼狈为奸 捕头也恶贯满盈 应该全部处死 没想到捕头居然犯上作乱 想要同归于尽 这不是找死吗 小宇一招一个完成三杀 就这样 钱没了 国主整顿了一个县的励志 无畏却不开心了 这一回生意 他一分钱也没赚到 不仅每天要给赵羽开工资 还要付三个人的饭钱 所以他打算撤资了 从此之后是一拍两散 杉杉是来追随国主的 无畏也凑了过来 他又不想走了 一个人走多没意思 和杉杉一起走才有意思 不仅能谈情说爱 还能打架呢 不仅能谈情说爱